最近消息 桃源机场机瓶发生了车祸意外 在今天早上11点多 长荣航太电源车跟桃源行情作业车辆 在B3机瓶发生了碰撞 导致电源车翻覆 车上机油露出 桃机公司赶紧派出了泡沫消防车弹命 并且出动吊车扶正车子 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而事故发生的原因还有待理情 偌大的机瓶只见一辆电源车向右侧倒在地 车上的机油露满地 工作人员不敢大意出动泡沫消防车待命严正以待 车祸发生在桃源国际机场B3机瓶 12号中午机场南车的一班车道上 一辆桃源行情的行李拖车头 从侧面撞击长荣行情的电源车 由于电源车的重心较高不胜翻覆 导致B3机瓶一度暂停作业 航情公司赶紧出动吊车 并派出泡沫消防车警戒 在12号下午1点半将翻覆的车辆扶正 由拖掉车调离现场 并清理采余的机油后 机瓶终于恢复使用 索性这起车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也没有影响到飞航的起降 至于详细的事故原因 以及赔偿的责任 航警局将进一步调查后裁定 记得林复强同学报导